那我開始講 第二天我會concentrate on 十災 那為什麼會有十災呢 為什麼在Tri-Cup記裡面有十災呢 十災發出的原因是因為Tri-Cup記第一章 Tri-Cup記的第一章是講什麼呢 我覺得沒時間回去和你讀 但是如果你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一講了四百年之後的事情 四百年之後又出了一個法老是不知道以前約室做過的偉大事跡 這個是一個小前提 大前提是什麼呢 四百年之後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凡顯昌性極其強盛 騙滿了全地 這件事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好事 而這個生養眾多這個詞句是哪裏出來的 整本聖經第一次講生養眾多在哪裏 創世記的第一章 其實不是亞當孝 即是第一章 當上你做了一些人 將人放在當中 他分布他 雙低是一個創造的形劃 創造的最終就是要他生養眾多 我不跟你說香港人應該生幾個小孩 這個另外另計 可能Gideon的家是很好的 十三四個 但是我不跟你說這個是不是應該我們要努力生小孩的問題 但是我想跟你說 當你打開 Try Cup 你看到他們的生養眾多 哇 這件事爬爛手掌 OK 在這個時候出了一個法佬 法佬是叫做反創造 為什麼 不可以生那麼多 法佬當然有很直接的原因 他這麼多人一會兒反起來 中秋半逆 怎麼辦呢 我們給他起義 我們就死了 於是就做了幾件事 第一 叫他們做勞苦的工作 不斷地要起東西 結果越是迫迫他們 他們越什麼 越生得多 於是就開始想第二條糞便 叫他們當中的接生婆 看到如果是兒子 就將他扔去哪裡 不是扔去 隨便扔那個河 扔哪個河 長江 黃河 尼羅河 很重要的 尼羅河在我們的十災會不會再出來 當然會出來 以其人之路反 至其人之身 上帝是這樣的 是報復的 很明顯擺明是報復的 埃及的法佬要將以色列的南丁 扔去哪裡 扔入尼羅河 其實如果你熟了 初埃及記 你要知道 最後誰在尼羅河 不是尼羅河 是另外一條河 叫做鴻海 誰撞身在鴻海裏面 埃及人的南丁 看到嗎 很明顯是大報復來的 耶和華的大報復 因為這樣的緣故 就開始 有個激戰 激戰的最終 是過鴻海的 或者激戰的最終 終結是什麼 就是埃及的南丁撞身於鴻海裏面 你跟我玩 我跟你玩 你想弄死我的兒子 我弄死你的兒子 我用回同一招 弄死你 弄死得更厲害 在中間 就有 實災 實災 當你去讀實災的時候 我想你留意的一件事 實災裏面有很多 創造的主題 即是實災不是隨便找些東西來做的 而是他用回 創世紀第一章 第一章裏面 很多的一些主題 來講上帝怎樣用 創世紀第一章裏面的主題 去 災難性的 去懲罰 這個 埃及 實災有哪幾災呢 我不知道 我們不是小學 小學就給你填充題 留幾個空格給你填 第2災是什麼 我不跟你說這些 你記不到也沒所謂 我也記不到 但我逐個給你看 每個災難背後的意義 但我們讀一讀 有哪些 有血災 有蛙災 第2災 第3 蚊災 凝災 瘟災 瘡災 這個什麼 不是 薄災 是落薄的 薄災 黃災 暗災 最後是殺災 但我們還漏了兩件事 就是這10災的前後 有些事 是三人治住他的 記不記得 第1災 其實 之前還有另外 一個歧視 歧視就是 阿倫那些象 變魔術象 所以現在的魔術師都是用一個象 是變了一條蛇 OK 我們要先看這個故事 而最後 總結 最後那個高潮是什麼 是如如節 跟著再加 過紅海 OK 如月節 過紅海 是同一個 就是一個連貫 當然 如月節 和過紅海 有個反面 就是 埃及人的頭生 被人斬 跟著 他們的藍丁 撞身於海裏面 看到嗎 OK 好 我想和你去看看 阿倫的象變蛇的神跡 這個神跡是重要的 第七章第八節 就是這樣說 耶和華對摩西和阿倫說 法老若吩咐你們說 你們行一件歧視罷 你就對阿倫說 把象丟在法老面前 將會變成蛇 OK 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時候讀這段聖經 覺得是否很奇怪 如果法老叫你行一件神事 你拿一些象丟下去 就變成蛇 那有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不放炮掌呢 為什麼不舉起 然後下大雨 傾盤大雨 還是閃電 為什麼要做一條蛇 蛇代表了什麼 OK 應該是昨晚 蛇對埃及人代表了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埃及那些 即是他有個頭飾 即是他有個頭飾 有沒有知道他頭飾上面那個官是什麼 蛇來的 現在這條蛇在誰的手中 在耶和華那些象阿倫的手中 即是誰在掌管這條蛇 耶和華 你明白嗎 有一點是抵他 OK 但是這個 這個歧視還未完 如果你以為上帝說 他叫你行這條神跡 你就行這條神跡 下面那些是後來才發生的事 那你就錯了 其實上帝一早知道下面會發生什麼事 而最後上帝要顯的歧視是最後那一節 OK 下面會發生什麼事 摩西與阿倫到法老那裡招搖和所吩咐的他做 阿倫把仗雕在法老和他臣子面前 將周邊成石 那是不是神跡就結束了 還未結束 這個是企業來的 是起開始的小點 然後 法老也照了智慧人行邪術的人來 這些埃及的術士也用邪術照樣做 我要你知道這件事 第11節上帝一早預料了 他知道一定會發生的 OK 他是擺明做這個神跡 以致引他們做同一個神跡 結果怎樣 他們各人雕下自己的仗 仗就變成了蛇 但阿倫的仗吞了他們的仗 OK 這個才是上帝所在想的神跡 神跡就是什麼 你跟我練 你不夠班 你明白 我變成了一條蛇 因為埃及人最重要的動物就是蛇 於是他們又做了同一件事 然後 誰贏 上帝贏 整個 歧視已經預表了之後的十屆 一直到最終過紅海那件事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裏 最終阿倫蛇變成那條蛇 動作是什麼 吞了 英文叫swallow 吞了 最終過紅海的時候 紅海做了什麼 做了一個動作 吞了埃及的南兵 你看到嗎 上帝做這個事告訴你 我早就已經計劃好了 你死定了 這個是一個 預表 預表之後還有大大件事發生 最後你不知道我的口有多大 你以為我的口只可以 整理幾條蛇 我整個埃及都吞了 我不想你覺得 埃及好像很蒙古給上帝玩 你要知道 埃及是壞人 是壞人 是壞人 但是上帝很明顯是審判在埃及 你記住 這個又是repeat的process 好 我們開始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應該都要快一點 我們看第一載 我們每一載都會看 第一載 第一載是什麼呢 摩西和阿倫就招擾和華所吩咐的去做 阿倫在法老和他神卜 眼前舉著擊打尼羅 河的水 河裡的水都變成了血 OK 你記得 觸動上帝施行實災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埃及人要將 以色列人的寶寶扔去什麼呢 尼羅河 如果寶寶死在尼羅河會發生什麼事呢 尼羅河會有什麼 有血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上帝說好啊 你跟我玩啊 我又跟你玩啊 我就是要你尼羅河 變了血 尼羅河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想每一個古代的文明都需要有一條 所以黃河長江很重要 曾幾何時你家不接近河 你是會死人的 你不可以去沙漠那裡住的 沒有水的 所以水是很重要的 尼羅河是整個埃及的power base 他整個能力的全員就是尼羅河 政治的全員在尼羅河 文化全員在尼羅河 還有一件事 熟靈的全員都在尼羅河 那為什麼我給你一些舊東西看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尼羅河的河神 哈皮 那他是做什麼的呢 那時候 那些神都是讓你生養眾多的 都是一些壞東西來的 總之 當上帝去擊打尼羅河 將他變成海的時候 變成血的時候 其實是告訴你 我現在侵犯你最厲害的那隻神 那隻神叫哈皮 他是管尼羅河的 但是我現在要將他整間家都染紅了 他有什麼辦法呢 他沒有我的辦法呢 他完全抵擋不住 我所做的事 OK 而這個 第一載 亦都是預表將來最後一個載 就是過紅海的時候 紅海會變成 紅色 因為 當中的埃及人 會死在裡面 所以很多東西 是瞻前顧後 他看回前面 因為前面 埃及人要把以色人的寶寶 殺了 在尼羅河裡面 他也顧後 看後面 因為知道最終上帝會做一個更大的血災給他們 OK 繼續 我女的魚死了 何也臭了 埃及人就不能 喝者裡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血 但是埃及的術士 也用邪術照樣造了 法老王心裡肝硬 不聽 摩西和阿倫正如言華所說的 你暫時不要想 為什麼埃及的術士 那麼傻 又去搞一下 這裏還未有血 不如又叮 又多一點血 叮噹 是不是很傻 你暫時不要理這些 但是我希望你看到第三災的時候 你會明白 為什麼要記錄這句說話 因為到了第三災 他們還做不到 做不到 再看 OK 這是第一災 OK 我們現在去到第二災 阿倫身首在埃及的縱水上 八章六節 青蛙就上來 遮滿了埃及地 第一件事我想你知道 這個第二災又是跟利羅河有關係的 因為那些水不是普通水 那些蛙其實是跟利羅河上面跳上來的 有一點點利羅河生病了在嘔吐 你明白嗎 現在已經冰了 那些青蛙受不了 於是青蛙就跳上來 OK 術士也用他們的邪術照樣做把青蛙大盜 就是埃及地人 其實學者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術士那麼傻要做同一件事 但是不要緊 因為當你去看這些故事的時候 你是要找continuity和discontinuity 有什麼是連貫的 有什麼突然去到某地方斷了腦 因為去到第三章的時候你會發現術士是做不到的 OK 我再解釋一點點 法魯說 請你門祈求耶穫華 我就讓百姓去向耶穫華 獻祭 這個說回還有一件事 在埃及的神明裏都是青蛙神 所以這個青蛙 上帝都會玩弄青蛙 亦跟青蛙神宣戰有關係 OK 你發覺第八章八節裏說到 原來摩西從頭到尾 是做了一個要求 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要向耶穫華去獻祭 我帶你回去看第四章第二十二節 四章二十二節這樣說 耶穫華如此說 以色列是我的兒子 我的長子 你可以否記入這個詞 以色列是上帝的什麼 如果你 如果你答案是兒子 也有0.5分 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長子 那你就有100分 可以記住這件事嗎 你先記住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後面會發生的 因為你記得長子這句說話 去到後面是不斷重複發生的 OK 以色列是耶穫華的長子 我對你說過放我的兒子就很侍奉我 你記得這個侍奉和盧翼是相似的 我們不是說普通的侍奉 就是他成為耶穫華的路易 我不要他幫你打工 要幫我打工 OK 你還事不肯放過貪園就看 我要殺你 投身的兒子 你看這個 未開波之前上帝已經告訴你 最終的結果 我擺明是要殺你投身的兒子 OK 記住 上帝一早已經Map out所有的東西 但你回到第八章 於是 摩西和阿倫離開法老出去 摩西 為了青蛙的事 呼求耶穫華 耶穫華就照摩西請求屋女院女田女的青蛙都死了 但是法老見災禍舒緩了 便硬著心不停從他們正如耶穫華所說的 OK 我想你 記多一件事 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 這是第一個災難裏面有動物出現的 剛才那個沒有動物的 只是水 這個動物 你先記住 這個動物是從哪裏出來的 河 你先當水 記住 你一看下去你就會明白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 那些術士可以做同一樣的邪術 就是引那些青蛙上來 但是術士可不可以令到青蛙死 不行 你可以看到分別 誰可以令到青蛙 我又不可以消失了 死吧 是魔西 是野蛙 術士 術士只可以越搞越亂 他沒有辦法 清理 那個場面 你明白嗎 你看到嗎 這個都是跟創造有關係的 如果你記得創造的時候 我們說從chaos 去order 從一個混亂 去到什麼 去到秩序 有秩序 是嗎 現在正在用動物 動物王國做什麼呢 就是令到動物王國 搞混亂埃及 而埃及人的術士 只可以搞混亂 不可以把混亂 停止 我想你記住這件事 你看到分別 在哪裡 OK 好 我們繼續 第3再 阿倫伸手 出他手裡的象 激打地上的塵土 人禍畜生 身上就有蚊子 埃及全地的塵土 都變成了蚊子 術士也 用邪術要照樣 產生蚊子 卻做不成 OK 第一項你留意到 有什麼分別 做不成 為什麼做不成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做不成 我給你其中一個可能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 有scholar說 第一個有什麼 因為尼諾河被上帝毀了 尼諾河是 術士的發電廠 因為他們所有的大能的根源都是尼諾河的神 現在尼諾河被上帝 激了兩下 就死了 於是他沒有電 所以這個術士去到第3再開始 再沒有電 再繼續做 他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尼諾河已經被上帝毀滅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觀點 第二 所以 這些蚊子 從哪裡來的 塵土 其實塵土 英文可以叫做dust 很多灰塵 不是這個dust 是earth 地上很多沙塵滾滾的 其實是說地 OK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這個是第3災 我不記得你知不知道第4災是甚麼 第4災是甚麼 蒼蠅 蒼蠅 三軍都在攻擊 攻擊在埃及 你看到 嚇死你 現在 這些動物kingdom 亂了大龍 海陸空都有 在攻擊在埃及 已經整死你了 很多人害怕 你去到第4災 已經是很多人害怕 OK 我們繼續 去看 《術士對法老說者是上帝的手指 法老心裡肝硬不聽 摩西和阿倫正月也和所說的》 這是甚麼意思 他說 那些術士跟法老說 這家事不行 我們搞不到 他們搞到 他們的神比我們更厲害 你要知道 當時的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惑之一 他們相信他們的文明背後 他們可以這麼威風 是因為埃及有很多的神明 明白嗎 而埃及人從來沒有聽過以色列的神明 因為埃及人是最厲害的 突然間這個以色列神 耶和華在搞三搞四 他們都說 沒有 我們的神明一定會贏 現在去到 第3災的時候 It is the finger of God 即是說他們的神 我們今天要 要小心他們的神 這是真事 我們這樣搞下去 要有備而戰 因為這家事不能少 你記住 現在是Fing of God 因為下面 Hand of God會出來 上帝的手會出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